中秋佳节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是一家团圆的日子,除了团圆,每年和家观看中秋晚会也是不少家庭的选择,可谓老少皆矣。 而今年的中秋佳节八大平台的晚会层出不穷,都是各有看点。 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有两台,一台是总台的传统中秋晚会, 嘉宾有周深、张杰、黄锦鱼、陈坤、任嘉伦、朱一龙、金晨等。 另外一台是由央视电影频道主办的大湾区主题的中秋晚会,也就是六公主主办的。 值得注意的是大湾区中秋晚会是唯一采取直播的形式, 就单单从人数来看,今年央视六套的这个中秋晚会的阵容是最庞大的, 也可以看出来这台晚会的意义不一般。 这台晚会是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宣传的,意义自然不一般。 根据最新的规划,以港澳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包含九座城市, 未来将会统筹发展打造大湾区经济圈生活圈, 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规划之一。 正因为如此,这台晚会的主角自然是香港地区的艺人, 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了26位,许多的经典香港艺人将会悉数登场, 比如谭永林、成龙、赵雅芝、谢霆峰等等。 还有最近热播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的大湾区哥哥们也来到了现场。 此外还有赵令、张小斐、欧阳娜娜等新一代艺人, 因为六公主主办的晚会是直播形式, 不知道现场演唱歌曲会不会是真唱呢? 记忆中,赵令与上一次参加这类晚会都是四年前的事情吧。 再来看看央视总台的中秋晚会大名单, 基本就是把上面那个大名单里的港台艺人去掉, 就有几分相似了, 大体的风格一致, 只是艺人数量会少一些, 但其中有两个人有比较大的争议, 一个是陈飞宇, 另一个就是丁真。 不少网友表示, 去流量化最后都变成资源咖的天下了吗? 陈飞宇一直以来就是想走流量路线, 从其执拗节排号一行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单改被禁了, 日历越撕越长, 所以又开始走起朝男女CP的路线, 不过陈飞宇毕竟还没有成为流量, 大众提起其, 更多的也都是说陈凯歌的儿子, 资源咖也是实打实的, 另外丁真是真的要进圈了吗? 丁真之所以活起来, 那就是因为关于她的一组照片, 她是凭借颜值和气质走红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名网红, 最近她注册了个人工作室, 正式参与录制综艺, 算是正式出道, 不过这也有迹可循, 之前丁真还常住了综艺中餐厅, 除此之外, 网友发现周深和李宇春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歌手了, 不仅仅会出现在央视的中秋晚会, 还出现在其他的卫视平台晚会上, 娱乐圈整治流量的大背景下, 有实力的争议少的年轻艺人真的不多了, 周深就算一个, 周深某个角度上也是流量, 只是她凭实力出圈, 有点一粒破万法的意思, 只要实力到为什么情况下都受欢迎, 据不完全统计, 大家今晚会看到周深出现在四个中秋晚会上, 分别是央视, 东方卫视, 河南卫视, 大温区中秋晚会, 还有李宇春, 他可以说是中国娱乐圈的流量鼻祖, 当年他选秀夺冠的时候也是没有作品, 但是火到了国外, 直接上了时代杂志的方面, 但是经过了16年的时间沉淀和积累, 李宇春已经蜕变成了非常成熟的音乐人, 周深和李宇春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曾经是流量, 但是不一样的是, 如今的他们都是实力被认可的偶像, 当实力配得上流量的时候, 流量就能摆脱标签被主流接受, 要说今年最初圈的卫视就非河南卫视莫属了, 尽管收视率和号召力比不上几大, 一线卫视不可否认, 河南卫视的晚会越做越好, 有底蕴有创意有个性有惊喜, 值得友台学习, 此次中秋奇妙游依旧主打中国风, 意在弘扬传统文化, 苏海璐、孙科、陈炳锐等优秀的古典舞者, 将带来美轮美奂的舞蹈表演, 还有最惊喜的就是《甄嬛传温太医》沈梅庄合体, 杨文庆十年最火的一部国产电视剧, 非郑小龙指导的《甄嬛传》莫属, 此番河南卫视请来了三位该剧的演员, 分别是温太医的扮演者张小龙, 沈梅庄的扮演者蓝希, 斯拉格的扮演者文杰, 剧中温太医和沈梅庄有缘无分, 天人永隔的悲剧结局让多少甄嬛迷至今已难平, 如今两人在河南台中秋奇妙游合体了, 也算弥补了当初的些许遗憾, 大型晚会历来是芒果台的拿手好戏, 这次当然也不会敷衍了事, 不过因为最近是整改的大重点, 所以没有往年那么星光璀璨, 但依旧有很多亮点, 第一组官宣的明星正是近来热度颇高的李承炫和齐薇, 俨然被视为这台晚会的主打, 李承炫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表现, 赚足了观众的好感, 初舞台一曲天上飞更是火爆, 掀起一股模仿风潮, 齐里香夫妇久违合体, 相信又要在舞台上狂洒狗粮啦, 除了李承炫七微夫妇, 还有张杰荣祖儿, 李斯丹妮胡夏等, 至于主持人, 镇台之宝何老师自然少不了, 谢娜刚在快乐大本营宣布回归, 又马不停蹄地录制了中秋之夜, 之前有传言表示, 人家轮会参加央视的中秋晚会, 不过在录制结束时并没有见到人家轮的身影, 有一点遗憾, 但是又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刚刚过去的时候, 因为一生一世的热播, 爱奇艺已经举办了亲公宴, 这也是个很惊喜的消息啦, 另外最近比较火的艺人肖战和朱一龙, 则是加盟了东方卫视的中秋晚会, 东方卫视今年也有很多看点, 海派飞翼简指, 将与年轻人喜爱的街舞者, 展开一场不可思议的跨界合作, 这一名合唱团成员, 身穿传统服饰, 走进山水画阵, 带来月饼变迁时的趣味科普, 借助高科技手段, 事先礼白还将和惊人展开一场, 以月舒怀跨月时空的对话, 晚会还设计了流行歌手, 与美声歌唱家的惊喜合作, 不知道其中是不是有肖战和朱一龙的身影呢? 可以说每一个舞台都是对创新和创造的极致探索, 将国潮画风与都市风情神奇交融, 把镜头对准上海这一国际都市舞台, 赛博朋克育员的未来之月, 浦东美术馆的艺术之月, 广富林的水中月色, 崇明稻田的田园月色, 武康大楼的爱情之月都在晚会中娓娓到来, 最近,官方近期展开清朗行动整顿演艺圈, 频频寄出多条禁令管制艺人与粉丝, 其中一项就是抵制为流量论, 而在今年各大卫视的中秋晚会上, 阵容名单也不见流量爱豆了, 往常各大卫视的晚会, 流量艺人爱豆都是炙手可热的收视率保证, 然而,随着清朗行动的展开, 目前已公开的八大平台中秋晚会的阵容名单上, 已不见如影图万, 印堂少女303等流量艺人, 可能会有人说周深, 赵令, 李宇春等都是流量, 可是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当实力配得上流量的时候, 流量就能摆脱标签被主流接手, 拼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只有用心做好节目才能得到广大关注的认可和支持, 那么这么多的晚会, 大家更喜欢的是哪一台的中秋晚会呢?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